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完这期节目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新节目出来 倒是这好几天都没有了 这在出名之后呢 就是川普被枪杀之后他出名 然后他几乎每天都在做东西 结果这两天做完这个就没了 给我的感觉呢 给我的感觉可能他有些东西 是不是泄露了天机 就是他不该 两个人不该那么说吧 只能这么说 说了之后呢 他是不是预示到某些不太好的东西在里头 所以他没有再也没敢说 旁边这个人叫豹 他其实是个做金融的 做黄金的 所以做黄金做金融的 跟这些做预言的 合在自己身上一块干 这事报办这事 我跟你说这事真报办 但确实他没讲一些东西 如果他真是泄露天机的话 那我们就跟他 因为他在公开 他在公开讲嘛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段故事 这段故事 他就主要是讲述了大灾难和灾难 就是金融灾难跟经济灾难 以及他怎么来的 他讲这个东西 他讲这个东西呢 触及了很多人的利益 甚至爆发的时间都提到了 爆发的原因 我想可能跟这有关 所以他并 他既然透过祈祷 能够感受一些东西的话 在祈祷中是否受到警示 我们不清楚 但他确实是这样 那个人呢 实际是做过 他是做金融 做黄金agent 卖黄金的 买卖黄金跟白银的 同时又做网红 所以我看现在 在中国人圈论中也有干涉的 又做网红 实际是拉拢客人 那因为他就利益 反正就像带货 他就给操在一起了 然后那个人他就说呢 他说他能看见 他看见 很连续的一些画面 这是他自己说的 整个节目 一个小时三十分钟 太长了 所以我又跟大家介绍一些 梗盖 就我能够看到 我能够大概听到梗盖 梗盖就是一些 比较比较内了 然后 所以他是两个人对话 我就跟大家介绍这背景 他是两个人对话 那讲述的主要是钱 这个人叫鲍 他说十天 十年前 神就向他展示了 2020年 是世界末日的开始 他这么讲 是世界末日的开始 美国出的问题呢 就是当年 基辛格建立起来的石油美元 那美国人的强大 也在于石油美元 1972年 1971年 那我们说 50年的合同到期了 就是有一个说法 就这个 有人说是1974年 在今年6月10号吧 6月9号 10号 50年的合同到期 主要是跟沙特签署的 所以把石油美元 来 就是美元跟石油挂钩 那中东地区的石油 都以美元结算 这样的话 美元实际就变成了 脱离了黄金 他的意思就是脱离了黄金 从金本质就变成了美元 作为全球的基础货币 在他眼睛里 这是背叛了神 背叛神 因为呢 黄金白银是神性 我们跟大家 原来解释过 黄金白银 珠宝 这东西 全世界 哪个基调杆栏的人 都把他们当成货币 当成钱 语言有那么多差距 地域有那么多差距 肤色有那么多差距 文化有那么多差距 结果黄金白银和珠宝 却突破了这种差距 谁告诉他们 谁统一告诉人 对吧 所以黄金白银珠宝 它的价值观 是注入在人的生命 与生俱来的 注入在人的灵性上 它才能够被突破世界 就连这个认识 其实现代人都很难塞 我就觉得 真没意思 真的 现在很多人活着 没有意思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人们老了的时候 头发为什么都变成白的 全世界这么多语言 为什么叫爸爸妈妈 发音是一样的 有人说那是发音容易 放你个驴儿屁 我猜 胡说的 什么叫发音容易 它是生命的过来的 现在的人分析 真挺笨 都是从受教育 科学 老师教给你什么 谷歌里查过什么 都是这么来的 我们讲的都是最普世的 叫爸爸叫妈妈 认黄金认白银 没有种族 没有肤色的差别 它超过了宗教 超过了宗教的文化 它的基点就这基点 人的美元背离了 黄金白银 就背离了神性 神的世界是黄金色的 佛的世界也是金色的 那道它也是金的 它就是生命境 就超越了三界生命境界 它的物质组成 它就这么点事 修成金身 人们也都这么说 对吧 所以它的讲法 在我眼睛就没有任何障碍 我个人觉得是这么回事 所以它就提到说 美国人 那谁干的 基辛格 基辛格什么人 犹太人 谁把共产主义走向世界的 基辛格 犹太人 从来没出过这圈 还能创造文化 创造什么 也就是自我毁灭 当代的文明 就是自我毁灭 背离神性 它为什么自我毁灭 这圈得画圆了 所以谁 谁也不可逆转 它就讲这个意思 它说 人们离开金本质 创造了石油货币 石油美元 就是黑色美元 其实它讲这段的时候 就跟比格斯讲的 那个伊拉克那边货币 将出现崩溃是一样 崩溃的时间一天 一天之内就发生了 所以我给我感觉上是 美元或者是石油价格 所以它这里提到 说原来那钱没有 不是这样的 现在这钱都是 十万亿兆 都是这么来的 billion这么来的 原来那钱不是那样 原来那钱就是 能上亿就不得了 对不对 百万富翁的 那已经就不得了 现在百万富翁 一个房子多少钱 所以人们就疯狂了 为什么疯狂了 因为它脱离了神性 脱离了神性 人们就是中欲的 所以今天财富的增长 是人们中欲的象征 这是陶哥给大家解读 是中欲的象征 从而走到这部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当人们脱离金本质的时候 今天就是欺诈 那谁是欺诈 银行 整个金融系统 就是真正的欺诈 其实就像陶哥跟朋友们 解释那故事一样 那个 现在经济都这么麻烦 物价这么飞涨 到琼斯还涨 还涨四万多点 还往上涨呢 他们搞不懂谁在涨 对不对 大疫情大家都封闭在家里了 股票疯涨 所以等到这段股票疯涨的时候 就更疯了 那个时候还有石油呢 到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印 所以他呢 这个Bob就说呢 他说他就像那个鲍威尔 鲍威尔美国的联储局的局长 联储局的主席嘛 他说鲍威尔就吹气球 吹就印钱了 吹吹吹 里头都房子啊 车啊什么 所有财富都在里头 吹爆了算 所以正常的金融学家 谁都承认 他会崩溃 川普自己也承认就会崩溃 所以川普就说你快崩 你快崩 你别等到大选的时候崩 川普就这观点 你别崩在我手里头 你崩在他手里头 那命运也不是川普能说了算 所以他其实大家都懂得这故事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谈到了这个 我大家就 我讲概括了 人讲一个半小时呢 比格斯说 应该是这个月的8月24号 下个月的8月24号 他说8月24号是一个多骨牌 倒 就是摔倒的日子 而这份摔倒会带来最终的终结 他不知道是什么 他只是知道这个日子 8月24号什么日子呢 英里7月21 英里7月21 四个八 四个七 没什么 四个二七 拜登辞职那天 阳历7月21 英里跟阳历 就是一个是公历 一个是中国人的年历 两个历 两个日历现在往起合 这是时间的概念 在往起合 川普挨枪那天 英里6月8号 1999年720 迫害法轮功 英农历就是那天 两天之后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出事 对吧 6月15号 英里610 那习近平最后证明自己没事的说 所谓没事的说 7月20号 720 阳历迫害法轮功 这故事就这么来 然后陶哥你卫生证这么说 那个金什么 我刚才讲的那个预言 他会着 他着重在讲 2024年 是人的灵性的觉醒 以中国为中心 我在另外节目中 我别讲那么多预言 另外节目预言中跟大家讲 然后他就讲述了 这时候比克斯就说 我看见了经济崩溃的本身的 这个最后的事件 他说就是吹气球 所以现在正常一点 金融学家都讲在吹气球 那你印票的 印完之后 就往金融市场扔 来保持金融市场的 就是保持货币在挺着 而在普通人的环境中 根本就 它是吃饭的问题 美国制造业已经没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提到 他说最后真正爆炸的时间 是十月份 他说十月份可能会出大事 将会有大事 他说我看见了 一直掩盖到大选之后 他们试图挤破他 他们不想跟媒体说 因为想赢得大选 但我认为川普会赢 但他们又不信 所以你现在爆了 对于今天的执政的政党 它就是麻烦 对不对 在拜登的角度爆的话 那大家肯定都赔钱了 谁要选民主党就不选了 所以就拼命要把这东西 推到大选后面去 但是比格斯说呢 在大选前出事 他就里面提到鬼节这天 十月三十一号 所以大家知道 八月二十四号是一天 十月三十一号是一天 是他说的 不是我说的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他们看到的 但是信不信会不会发生 就是取决 那取决天影 报说 比格斯提到吹气球 他说其实就是货币供应 钱是神给予的 不能由人来胡来 自己不能随便干 这就是涛哥说的 比特币 涛哥一直是看不起他 不认为是好事 川普认为是好事 他大选需要 因为他要选票 因为他要选票 比特币 魔性来的 那按照他说的 同样是魔性来的 人说那不对 涛哥他是玩黄金的 所以希望大家玩黄金 是他个人的问题 去出其境 对不对 去尾存真 咱们得找出好 他说对 其把涛哥认为对的地方 所以他就实际是 他说呢 气球也可能吹到九月份 这比格斯说 所以他 但是呢 里面主要的时间点 说了一个八月二十四号 说了一个 说了一个 轨节 轨节那天 他说那个 江国可能也红了 是没错 江国是红了 那比轨节刚到北美的时候 那个可冷了 那一旦毁了什么样呢 报说了 百万富翁排队领食物 家里有百万富翁 百万富翁 你有那么多钱 但连饭都没有 富裕的人都在等待食物 他说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他说我看到 比格斯说我看到很多 穿着很华贵的人 华贵衣服 就上等服装的人 没有饭制 那就全崩了 其实 我们不好说了 是中产阶级是怎么样 7月21号是最热的那天 那在谷歌上 你可以查到 7月21号 是历史上最热的那天 就是拜登那天 那其实这是一种干燥 惩罚的征兆 干燥的征兆 那他说 Keym 克莱门也讲过 我们刚才上期节目 讲了奇怪的7月份 涛哥说的很清楚 1月份将以 后面将以7月份作为基础 然后他提到 克莱门在2025年就说 鬼节会出现奇怪的事情 但他们都说 新纪元将会到来 无极必反 最坏的时候 也就是最好 双刃剑 这里面讲述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解释过 文艺复兴的发生 是黑死病病生出来 在今 克莱门就讲说 这是一个灵性起悟的事件 人们灵性恢复了 是因为人都完蛋了 没戏了 追逐的一切 都成泡影 所以这就是 我很简单 就这么用我能理解的 跟大家陈述他们的这份语言 一个半小时节目太长 我把节目的连接会放在 这期节目的下面 所以他讲的是金融崩溃 崩溃和具体事件 具体的程度 有说变成五毛钱 比格斯说 可能一美元变成五毛钱 那棒说的就更狠 他变成五分钱 你说里有没有美元 都没那回事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